我唯一能替姐姐做的事了 竹儿 不知为什么 士鬼们将咱们沿醒宫围起来了 走 这是怎么回事 于飞娘娘 奉皇上旨意 有话要问您 有话就问 何必这么大阵仗 再说 后宫的事分属中宫管辖 皇后娘娘知道了吗 奴才要问的 就是皇后娘娘的事 问 那 奴才就斗挡了 于飞娘娘 皇后娘娘的十三阿哥 一出生就为人所害 是不是您指使的 你说什么 于飞娘娘 您别急呀 奴在这不才问您吗 您怎么就急了呢 本宫有什么好急的 于飞娘娘可知道 田姥姥唯一的儿子 田骏 死了 凶手就是您的侄子 扎齐 皇后娘娘 奴婢方才经过延禧宫 谁知听说 于飞娘娘被皇上派人 带去盛行司查问 说事和十三阿哥的是有关哪 皇上查问海澜 皇上怎么会 微臣彻查期间 一直是谨慎小心 没有跟皇上提起过半个词 此事太过蹊跷 三宝 去打听一下 扯 输 输 快输 输 还嘴硬 快输 快输 过过 你可来了 快救我 他们已经 对我用心好几天了 我实在没办法 再把你给供出来 就是你支持的 你赶紧认了吧 跟我没关系 你也再不认我 就能死在这儿了 姑姑 我可是你唯一的侄子呀 你真无耻 姑姑 你怎么还这么说我呀 是你让我去帮你杀了 天女子 你怎么不能这么害我呀 就是他 就是他指使天老害死是哪个 于飞娘娘 您看您侄子都这样 您还是招人了吧 大不了 你们就对本宫用刑吧 反正本宫什么事也没做 姑姑 那奴才 只好先把您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娘娘请吧 接着打 姑姑 我没有你这样的侄子 你做的事 你就自己受着吧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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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姑姑 姑姑 开门 姑姑 你带本宫来这里做什么 这是直接把本宫当罪奴了 其实人证物证都在 未必就少您一去招人 既然迟早是接下囚 您先住习惯了也好 您说呢 您好 本宫即慎行司 就是为了要洗清冤屈 没什么好招人的 你 您好 您好 怪到说令妃娘娘怀的是二哥呢 当心 原来这永寿宫前是这中思门 多吉祥的一个地方啊 是啊 这中思门啊 可是白子千孙的吉利店 夫人这回来啊 我们主别提都高兴了 这娘家人进宫培产的荣耀 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知道 都知道 这不是一天分尸了就来了吗 生怕耽误了令妃娘娘 令妃的额娘什么品线也没有 也大摇大摆进宫了呢 这宫里接连没了孩子 令妃这一胎 倒确实宝贝些 再宝贝也不过是个妃子的孩子呀 别瞎说 令妃这一胎若是平安 皇上心里好受 皇后娘娘也好过些 与妃娘娘尽能慎行寺 皇后娘娘能好受吗 娘娘这几日光是做金帆也不说话 容姑姑 你说 皇后娘娘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与妃娘娘 不会是真的害了咱们十三阿哥吧 娘娘 奴婢是想 现在旁的不说 虞妃 现在在慎行私礼 您看您要不要去求求情 好歹 别让于主 在里面受苦 在吴定论之前 皇上是不会让海岚吃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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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免会生出一些遗影来 你都生出遗影了 更何况旁人呢 奴婢是怕万一奴婢信错了 对不住咱们十三阿哥 奴婢也想 这定是有人刻意冤屈于主 可奴婢 又实在是想不出来是谁 对不对 不住咱们